空气烦闷 情绪低落 怎么样都快乐不起来 压力也怎么样都无法舒缓 那就用具有疗愈 加湿进化空间的香氛机 让你来疗愈身心吧 哈喽 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编辑正方 这一两个月啊 你会不会因为疫情的关系 心情低落 想要身体健康免疫力提升 维持好心情是很重要的 那我自己啊 其实就很喜欢在平常 点个蜡烛啊 或者是香氛机 让心情愉悦 这样的心情就比较好 如何利用香氛来抒压呢 今天我们请到了 香氛精油讲师Jessica 来帮我们解答这些问题 一般人啊都是用精油 或者是香氛来抒压 那到底精油的魅力在哪里啊 简单来说 我们常常在嗅吸到一个香气 或者是打开一支精油 在做嗅吻的时候 通常 在瞬间你就会感觉到芳香的分子 其实是有数百万个嗅觉细胞捕捉而来 那通常我们会将这个讯息 透过筛骨进入到脑部 然后再经过嗅球处理之后 传达到边缘系统 这听起来有点难度有点高 所以香气其实就在处理我们边缘系统 边缘系统啊最令人感兴趣的就是 吸引人体以及海马灰 吸引人体通常就在接收外界的讯息 也就是常常在接触一些人事物的时候 你还来不及做理性的分析 你就会释放出一些焦虑紧张 甚至于恐惧的情绪 这就是性人体的反应 那另外一个主子就是海马灰 它是负责去处理过往的经验 形成记忆 那所以海马灰比较活跃的人啊 通常就比较容易独物私人啊 触紧伤情 像例如 比较容易感伤就感 对或者说比较感官性比较强 那例如上有一些像 广获香精油 它是那种药草类的 常常人在嗅吸的时候 会联想到一些像 外婆家旧贵子的味道 或者是会联想起以前 与奶奶相处的童年时光 或者把它归类像长辈的味道等等 如果我们好好的去 透过香气使用正确的香气 温和的去刺激我们的性人体 以及海马灰那我们就可以转化成 我们当下有两好的情绪 其实这就是香气 会影响我们情绪的一个地方 像有人说啊 精油绝对不要滴在口罩 不管是内侧或者是外源 会破坏它的一些 好像口罩的功能 其实呢不要滴在内侧跟外侧 不管就是中间这个地方 其实最主要是因为会破坏到 口罩它的防护层 也就是防水的功能 那如果说这个是大家都知道 但是内侧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精油它是天然纯精油 还没有稀释过的 它是没有办法直接触碰到肌肤 这样会产生过敏 或者红肿的一些问题 那所以呢我们都会建议就是 直接滴在侧红处边缘处适量的 而且一个口罩剂量不超过4滴 那因为它是天然之会挥发的 所以我会建议在大概4个小时 就可以定时的去补充一次哦 我觉得这方法真的蛮好的耶 像精油的使用方法有很多啊 我觉得就是入门像我们这种新手入门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熏香 对那我想问一下Jessica 像这种精油熏香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它的原理又是什么呢 其实使用精油来熏香 我们会透过震荡的原理产生雾化效果 藉由高频率的震动 会这样精油的一些芳香分子 更细致地沾发在我们空气当中 那我们也是透过呼吸 来接受这些天然植物的能量与香气 对因为呼吸很简单嘛 不要另外特别做 所以我觉得香氛机真的蛮方便的 像今天那我就介绍一些 我觉得就是像市面上还蛮不错的香氛机 在现场 像第一台啊是这个你用的这个香氛机 像其实我蛮常介绍你用的 因为我自己还蛮喜欢的 你们大家应该也很熟悉了 那你用这个牌子啊 它其实都是用百分之百的纯天然的精油 然后也蛮适合小孩啊孕妇使用的 那这一台香氛机啊是一个陶瓷的外观 它这整个罩子是白色的陶瓷 我觉得非常的典雅 我觉得放在家里每个角落都非常的适合 那它里面呢其实有一些功能 就是它有一个MIST 就是雾 就是那种雾化的功能 那我自己很喜欢那种水雾缭绕的感觉 就真的好像在仙境里面 还有一些小夜灯的功能 所以我觉得这一台是很适合就是 比较走优雅气质路线的人 真的 而且我觉得一台放在不管是居家 或者是工作的环境 都会营造一个友善的空间 还有一个很独特的氛围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哦 大家可能就会像这种机器靠过来 觉得说我在机器旁边就觉得非常的优雅这样子 像第二台啊也是我觉得蛮可爱的 因为它上面有你看MICI跟Mini的图案 如果比较喜欢童趣的话 那它也是比较属于陶瓷类的 因为陶瓷的就是感觉蛮有质感的 那一样有一些水雾的功能 跟一些夜灯的功能 那这个也是蛮有疗愈的感觉啦 那Jessica我想问一下 因为加这个香氛 也要不能加自来水对不对 对 您知道原因是什么吗 因为其实自来水当中含油氯 它会对雾化效果其实并不好 所以会去影响我们金油挥发的品质 那所以呢我会建议使用 如果说有纯水 我们就是要加入纯水 或者是煮沸过后的水 对 或者是就是过滤水 像通常我们加这个香氛仪 大概金油跟水的比例要怎么拿捏啊 都是几滴几滴吗 其实如果说 它们上面可能就会有一个颗度 就是说加满了水之后 那我会试坪树的空间大小而定 如果说像水氧机来说 如果说是5到10坪的一个室内空间 我觉得可以先煮2加5滴 那因为台湾是比较潮湿的 比如说气候 那我会建议尽量不要靠近像衣柜啦 或者是墙壁 可能怕会造成一些就是比较潮湿 或者是壁癌等等的 因为毕竟它这个弄起来是水雾的东西 还是有点湿 就是加湿器嘛 对 对 其实我们都会统称这些就叫香氛机 那它的形式呢 就是有分 如果要加水就是像水氧机 那如果不需加水 有些就是一些负粒子震荡效果 就是我们叫扩香仪 对 那加水与不加水 其实就是可能看个人 就像刚才正方可能会比较平安 像这种有水气 光是看这种雾 可能就觉得瞬间就很疗愈了 是啊 大家都觉得很疗愈啊 但是如果家中有那种呼吸道 比较比较弱的一些 或者说过敏的一些孩子 对 那如果说一些水气胖 会引起一些像 就像说一些沉蔓啊 的一些牵起的话 其实我也会建议 可以试试看扩香仪 尤其是觉得季后的变换 其实可以两个搭配的使用是可以的 像刚刚啊 我介绍两台就是比较陶瓷的这个香氛机 那我觉得如果家里有小孩子的话 真的也很怕不小心碰撞打翻 所以我就介绍两款啊 软细胶材质的香氛机 那这一款呢 是我自己就私心还蛮爱的 就是宝贝香氛机 跟它真的很可爱 对不对 那可爱的地方就是 因为它就是一个小动物嘛 那你看这是什么 这个是小熊 对不对 那它其实里面呢 还有附三种耳朵 就是如果你想要让它变身成狐狸 也可以 这是狐狸吗 应该是 或者是把它变成长耳朵的小兔兔 所以如果你们家里面有小朋友啊 不管是男生女生 都可以随时变换它的耳朵 它其实还有音乐耶 就是说如果小朋友啊 想要让它去经过一些香氛 还有就是听听音乐去睡觉 其实它就可以透过这个 它里面内建的一个特别设计的音乐 就是有点大自然疗愈的音乐 那另外啊 它其实它这边啊 内建其实它是还有一些灯的啦 有一些灯的颜色 你可以去改变它灯的颜色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蛮适合家里面有小孩的 而且啊在晚上的时候 睡眠之前也很适合用真正薰衣草精油 来跟宝贝做一些互动 那其实在滴精油的时候呢 其实大概在一两滴的薰衣草精油 那也可以使用一点点的柠檬 柠檬 那有时候可能会阵逢一些感冒期间等等 会有一些鼻塞的一些问题 其实澳洲有家里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就是有一些小朋友就是如果鼻塞 其实也是睡不好 就一直烦妈妈也蛮令人烦恼的 对 它对通常呼吸道是最好的一支精油网 另外一台啊是小太阳的香氛机 那这一台啊 因为它的这个材质的关系 我也觉得很适合放在小朋友的房间 然后点这个香味啊 那它另外它自己也是有一些灯啊 还有音乐 那它的音乐比较特别是 刚刚那一台是内建的音乐是固定的 可是这一台是蓝牙的音乐 所以你想要放什么音乐 连接一下就听什么音乐 那Jessica我想问你一下 就是点这个香氛机 我喜欢什么味道我就点吗 就是每一种精油我都可以来点香氛机吗 其实呢有些精油它是比较粘稠的 质地的话其实是比较不适合用在香氛机上 对 例如说像安息香或是盐兰草 它就是比较浓稠 那它比重也比水还要重 沉淀下去了 所以它的方向分子打不上来 其实会比较受限 对 其实这个话我就比较不建议使用 那其实市面上还有就是不用加水的香氛机 我觉得在使用上更方便是不是 对 像这一台啊它也是一个最新的就是不用加水的这个扩香仪 它其实啊里面只要把精油放在这里面 然后不用加任何的水就可以开机了 无加水的扩香仪它们的扩香效果非常的好 所以我会比较不建议在睡眠时使用 最好是在睡前 那除非你可以去按定时的功能 不然可能会睡到一半可能会被它的方向分子所相形 那可能还要起来把它关掉 所以蛮适合在睡前你可能要做一些瑜伽啊 或者是冥想的时候就可以先开启 那就会有达到舒眠的效果 那其实下市面上啊也有一些是加入一些抗菌水的物化机 就是它这个加入抗菌水的物化机 可以让空中的一些病菌细菌啊 可以做到抗菌的效果 比较夯的就是加次氯酸水的这个抗菌机 这个是白因子的抗菌机 它里面加了次氯酸水 那它是标榜它的这个次氯酸水的浓度跟它的PH值 都是在一个安全的范围之下 像烧这种抗菌的这种物化机 你有没有什么要提醒的啊 其实像这种抗菌物化机啊 我会建议其实不用长时间一直开着 像我都比较建议说 家人全部都回到家之后 然后再开启30分钟左右 就可以达到抗菌的效果了 而且它能够去除空气中的一些除臭啊 跟一些异味 那我也会比较建议放在高处 让它的一些雾气呢 只会散落在这个空气当中 尽量不要放于低处或者是地上 因为它放低处那个东西打不上来嘛 对就要有限 效果就没那么张显 那另外啊还有现在市面上也蛮夯的一台 就是这个OH TRUST的水氧机 那一般是用次氯酸水利用化学的方式来抗菌嘛 这一台的这个纳离水 它其实是利用碱性的方式来做到抗菌 那它的原料啊就是它们标榜是用纯水 经过高压的电解跟分解 把这个水离子再重新组成这个纳离水 那这个纳离水是属于碱性的 所以它们就标榜比较不伤皮肤 而且可以保存的效果也比较久 那我们知道像纳离水是借由物理的方式来抗菌 所以在这样的机器当中 我们就不用再擅自添加精油 哦对 因为有的人我们刚刚讲到一些香氛机嘛 还有一些这种抗菌的物化机 其实是老师是不建议就是再点精油下去对不对 对因为精油它有它适合的香氛的仪器 那这种用物理的方式来抗菌 其实用它本身纳离水 就可以做到很好的抗菌效果了 那今天呢我们介绍这么多的香氛机 水氧机物化机 其实啊都是有一些香氛啊 或者是净化空气的效果 那你喜欢哪一台呢 那如果你还有什么其他彩妆保养头发的问题 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哦 我们下个礼拜五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